这是动物园里最帅的那颗星 不是因为他浑身白毛 而是有其他星星攻击人类 他会立刻挺身而出 主任强哥安护他的情绪 他不仅能听懂 还可以跟强哥无障碍沟通 甚至对强哥开启了国际玩笑 这天晚上 一块不明装置落在公园里 白猿好奇碰了他 随即喷出一股绿色气体 第二天动物园就出了事 一头棕熊被白猿徒手杀死 强哥听闻消息感到 他根本无法相信这是白猿干的 毕竟棕熊在陆地也是独一党的存在 而且白猿躲在山洞里瑟瑟发抖 明显是被吓到了 当强哥把他喊出来 一切真相大白 原本只有强哥一半身高的白猿 一夜之间长高了一米 这确实有问题 强哥赶紧把白猿带回去隔离 第二天早上 白猿就长到了3米6 体重450公斤 太可怕了 再这么长下去 白猿会有生命危险 正在这时 一位女科学家找到强哥 他把原油告诉了强哥 原来某家公司在研究基因变异技术 这项技术可以让不同动物基因混合起来 他们把蓝鲸的胜朗速率 甲克虫的力量 猎豹的速度 都提取到一种基因病毒中 而不久前 这家公司的非法空间站 被不慎逃脱的狂暴巨蜀毁坏 三瓶基因病毒落到了地球上 白猿就感染了其中一瓶 两人一直在白猿旁边说个没完没了 这让笼子里的白猿很焦躁 突然他拔起狂暴 随手拔起一块石床 光光几下把铁门砸开 医院的墙壁对他来说如同泡沫 一用力就跳出了动物园 把人群吓得四处逃窜 他跑到马路上 一拳拍停高速行驶的轿车 没办法 警方只能派出直升机 射出大量麻醉剂才将白猿制服 他们把白猿带上一架巨大的飞机 负责人告诉强哥 变大的不只是这只白猿 还有一头九米长的三连巨狼 他已经干掉了一整个全副武装的特种部队 连天上的直升机都被他打了下来 非常凶惨 而就在这时 白猿苏醒了 万米高空的飞机上 巨员轻松震开铁笼 抓住警卫就是一顿爆锤 士兵越攻击他 他就越发狂 没一会儿 警卫就全军覆没 飞机也被炸开了一个缺口 开始坠落 强哥让科学家先松手 逃离飞机 他带着昏迷的探员 远口逃生 巨员则跟着飞机一同坠落在农田里 等强哥最终落到地面 却没有找到白猿的尸体 也就是说 他还活着 根据脚印的方向判断 他朝东北跑去 强哥和科学家被带到军事基地 原来因为狂暴巨兽太强 军方打算用暴力消灭他们 通过卫星监控发现 白金刚和三菱狼已经会合 往芝加哥方向奔去 可水火不容的两个动物 怎么会如此默契 科学家解释道 是因为基因公司开启了蝙蝠超声波 吸引他们前行 军方向他们投掷炸弹 可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强哥想到基因公司里 可能会藏有解药 于是带着科学家 投了架直升飞机飞走了 当他们来到芝加哥 情况比想象中严重得多 两个巨兽已经把城市 当成了游乐场 飞机坦克在他们手里 就是玩具 军方的火力 对他们来说如同虚设 更可怕的是 河里冒出了第三只狂暴巨兽 哥斯拉的弟弟 哥斯厄 这家伙比另外两个都大 他的声音跟哥斯拉一样恐怖 样子比哥斯拉更甚人 军队在他面前就是蝼蚁 随口就毁掉一台战斗机 三头巨兽 开始在城市疯狂肆虐 此时强哥二人 已经来到基因公司 终于他们找到了解药 却又不小心 给公司女老板抓住 他一枪击倒强哥 压着科学家来到顶楼 准备乘飞机逃跑 与此同时 三只巨兽被塔顶 发出的电波吸引 开始盼爬而上 白金刚凭借自身优势 率先爬到楼顶 因靠近声波 他变得更加狂暴 一锤砸烂飞机 幸好强哥及时赶到 就下了科学家 这时白金刚开始 疯狂攻击信号塔 女老板正要杀了他们 强哥大喊一声 竟换来了巨兽 科学家趁机将偷藏的解药 塞进他的包里 一拳把他打到白金刚手掌边 白金刚松开女人一口吞了 强哥来不及高兴 赶紧带着科学家 跑进直升机 这时三连郎爬上楼顶 协助白金刚一起拆塔 哥斯厄已经把大厦穿透 导致整栋大楼开始倾斜 飞机最后也淹没在 滚滚浓烟里 但凭着主角光环 他们活了下来 这时白金刚也苏醒了 看到强哥居然黑黑一笑 解药起作用了 他已经恢复了心智 就在这时 三连郎和哥斯厄也从废区中爬起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哥斯厄怒吼一声 朝他们扑来 白金刚随手抽出一座铁桥 把哥斯厄打晕了 三连郎趁机偷袭 缠斗几下 被白金刚用力甩了出去 很快白金刚被三连郎 按在地上无情摩擦 强哥看着干燥机 身后的哥斯厄也开始苏醒 他集中生智 用榴弹攻击三连郎拉仇恨 三连郎钻进大楼里 飞出来就吃了强哥 正好被哥斯厄一口咬住 强哥这招戒恶杀狼用的炉火纯青 哥斯厄几下就咬断三连郎脑袋 大口吃了 面对如此强大的哥斯厄 他们哪还有路可逃 就在强哥要被吃掉的时候 白金刚跳到哥斯厄的脖子上 拿着辆装甲车一顿爆锤 掰掉他的牙 一下下猛扎他的脑袋 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这些花里胡哨统统都没用 哥斯厄一口咬住白金刚的腿 强哥手机眼快 把手雷扔进他的腮里 可就算这样 哥斯厄还是没有死 他甩出尾巴砸向强哥 白金刚拼死扛住 再次被哥斯厄甩飞 背跟钢管插穿 疼痛不已 受了伤的白金刚 在哥斯厄面前就是个小猴子 毫无还手之力 强哥又生一技 他钻进身后的战斗机 疯狂地吸引火力 哥斯厄缓缓走来 可即使正中面门 也伤不了他丝毫 强哥被逼到废墟之中 关键时刻 白金刚手握金箍棒从天而降 精准扎进哥斯厄的眼睛 随着一声惨叫 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但身受重伤的白金刚 也闭上了双眼 就在强哥转头自伤的时候 他询问强哥和女人的关系 在得到回应后 又做出了不可思议的动作 原来他还是一只流氓型 最后强哥带着白金刚离开了 我猜他们的终点是骷髅道